中国风水堪与学问 渊源流长 自古诞生很多风水大家 流传他们寻龙点穴的神奇故事 今天说的这位杨云松先生 也是一位风水大家 曾经担任过唐朝国师 只是杨云松虽然是唐朝国师 但是他那个时候 唐朝早就不负当年光辉 当年打的周边国家福气的 大唐王朝早就不是他了 他被各地农民起义 搞得焦头烂额 后来皇朝起义攻入长安 杨云松从长安跑出来收徒弟 据民间传说 杨云松还给当时占领 江西赣州的一个军阀 卢光愁看过风水 而且两人之间 还发生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 成了杨云松死因 当时卢光愁占领赣州 也想体验一把当皇帝的感觉 但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命啊 后来他听说 杨云松本事很大 就请他来帮着把自己母亲坟 迁到一处风水宝地 以确保自己能够当上皇帝 果然 杨云松很快就给他找到一块龙穴 保佑他以后会飞黄腾达 卢光愁把事情办成也是相当高兴 于是就请杨云松吃饭 对他表示答谢 吃饭的时候 宾客工愁交错 在场的人非常高兴 但是吃着吃着饭可就出来问题 原来卢光愁心里一琢磨 心说我想当皇帝 就找杨云松帮忙找一块好地方 那么如果别人也想当皇帝 也想找杨云松呢 那这样几个皇帝平分秋色还好 如果万一哪个皇帝把我杀了 那可就得不偿失 卢光愁想到这一点 浑身不自在 于是就试探性地问问杨云松 说这个世上一共有几处龙心之地啊 杨云松那时候恐怕也是喝多了 没有多想 就说一席十八面 面面出天子 那意思是说 出皇帝的龙心之地多了 不止有你家里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卢光愁一听这话 心里咯噔一声 心说那完了 得 为了防止以后 有人找你牵龙心之地 那你就好人做到底吧 先把命留在这里 于是卢光愁为了保住自己皇帝的位子 就给杨云松喝了毒酒 杨云松喝毒酒之后 一直走到一个地方 突然觉着很不对劲 就问自己徒弟 说这是哪里啊 他徒弟就说 这里是药口 杨云松一听药道口 就知道自己大县已到 但是他本来是帮卢光愁的 现在却被卢光愁害死 心里怎么会咽下这口气 于是杨云松把自己徒弟叫过来说 卢光愁不是想当皇帝吗 行 那你在我死了之后去找他 说让他做两件事 一定可以当上皇帝 第一件事是让他在赣州墨车湾那里 安装一个水堆 第二件事是让他在十字路口 开凿一口水井 肯定会让他当上皇帝 他徒弟听了之后 虽然很不明白 但是知道自己师父必有深意 于是就照做 而实际上十字路口就是卢 开水井会刻卢光愁 而在墨车湾那里安装水堆 则是散尽赣州天子之气 这两个举动都是对卢光愁不利 完全是杨云松为报仇 特意布置下的 果然卢光愁听了杨云松徒弟的话 奉为至宝 依法照做 很快就把自己克死 当然了 这只不过是小说家之言而已 历史上卢光愁跟杨云松关系 没有这么差 两个人还见过面 很谈得来 后来杨云松因病去世 卢光愁还派人给他送葬 凭着两人关系 杨云松肯定也给他点过风水 不过却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玄乎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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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